那再来的话今天我们要截止去来看 那另外还有其他题目 请各位再把那个 我想另外有一个检视与参照 上次礼拜有提到一个饭链管理部分的话 那请各位稍微把这一题打开来 那这一题的话呢 其实它的要做稍微解释一下 打开之后的话呢 其实主要这一题要用的是V度函数 因为其实在Esser里面 我发现最多用到的还是V度函数 当然像Index、Inderate很重要 可是基本上大部分同学 还是用到的机会还是相对的少 比起V度函数来的少很多 那可是问题 我要做假设 这一题的话主要呢 我们会有两个工作表完成 第三个工作表实际上就放资料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些呢 其实基本上它对应的都是在名称管理里面 会用到的 比如说像那个Booking Booking的这个名称呢 它对应的就是这个工作表里面全部 包含A到埃兰 然后另外可能会用到像什么 其他像Hotel Detail 这个地方你点一下 它Hotel Detail在这里 它意思是说呢 它的Hotel名称是什么 那它的ID其实就是它的缩写 OK在这边 其他都还有这些相关的名称的话 请各位稍微再了解一下 那我们待会主要会有两题 两大题 第一题的话就是 请你把Booking ID把它产生出来 那Booking ID的话 其实它涨的就类似像在这边的这个样子 这个Bill List的这边 那其实就要长这样 这样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主要它的结构 Booking ID里面总共会有四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Hotel的缩写 就是它的ID 一杠 然后再来是入住的时间 它是哪一天 哪一月 这个是月跟日 OK 然后再来的话是住 住几天 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所以如果说我要把这个Booking ID 做出来的话 基本上 第一个你可能要什么 先把这个 先去哪边 去Hotel的那个名称里面查一下 查什么 查它的缩写 所以这个名称 然后把它的什么呢 这个它的ID帮我查过来 然后加一杠 一杠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查它哪一天入住的 那这边入住的话呢 在Booking Day 这个Booking Day里面有啦 不过我要的是0103 这样的格式 OK要把它搬过来 那再来的话呢 要住几天 OK所以第三个 这边有 切过来这边 第三 就是住几天的话 那它这边有个Check in的日期 跟Check out日期 那如果Check in 减Check out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 住几晚才对 那如果几天的话 必须再加一 OK比如说呢 我这一天 剪掉这一天之后 它应该是两晚 那可是它要的是住几天 OK所以最后的ID的话 要是三 然后最后的话 就是它的Fulls name 它的名字叫什么 帮我把它串在一起 第一个问题 OK 所以如果你Booking ID 做完之后的话 那这个总表 基本上就产生了 那你可以针对这个总表 再去做这个Bulls 就是它的账单 针对这个ID 帮我查出 那个人 这个编号是谁 它的名字叫什么 名字的话 我们可以反查什么 反查这边 由这个ID 去反查 当然加上我们这边 也有ID 去反查它的什么 它的First name 空一格 加一个Sernate 有没有 它的名字 空一格 加上它的信 那把它串接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Name 那Room Number的话 其实就是在哪里 Room Number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再把Room Number 查过来 然后再来的话 Room Number之外的话 洗一个晚上 刚刚是几天 这边是几晚 几晚刚好就 那一 checkout日期 有没有 减掉check-in日期 对 然后Price的话 比较麻烦 Price你可能要找一个 名称管理员里面 有一个名称叫做 Lookup Price Price这个 这个名称的你点一下 点这边 再点下面 它会秀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第一栏 就是这样结果 其实就是什么 Hotel的缩写 加上几号房 中间加一杠 所以如果你要返查的话 它的Price 你可能要什么 你必须要先 把什么呢 把ID的前三个字 再串接它的Room Number 去查询 刚刚都的Price 就可以查 那查完之后的话 它Amount就是 几晚乘上什么呢 它的价钱 就是这个 Amount的价钱 OK 应该可以懂了 我刚刚讲的逻辑吧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